画面中可以看到是在高雄国道3号靠近田辽交流道的这个地方 下午是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 可以看到这部大卡车是全面燃烧陷入一团火海当中 并且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国道警察赶快先到现场摆出三脚锥指挥交通 并且通知消防车来现场灭火 消防车到场之后是赶快洒水来灭火 但似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又增派了另外一部化学消防车一起来灭火 大卡车的驾驶是表示当时是先爆胎了 他停在路边的时候就发现后面开始起火燃烧 想要拿灭火器下去已经来不及火势是越烧越猛 也还好这个火势在下午1点40分左右就已经扑灭 但后续还是有这个脱掉的作业 也造成这个扎道口短暂封闭了车道来进行后续的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